周日凌晨,蒲连杯分组赛继续进行,身处H组的唐迪拿将在主场对阵伊斯托里尔。 伊斯托里尔急需一场胜仗来回到正轨,此番面对唐迪拿,前者迎来反弹的绝佳机会。 毕竟伊斯托里尔实力比对手强劲,而且在双方过往对战中占据绝对优势,此番再次对垒,伊斯托里尔有力击败对手。 作为普甲球队,唐迪拿实力本就比不上身在普超的伊斯托里尔,更何况前者在普甲也没有多少亮眼的表现,13轮联赛踢完,唐迪拿只赢下三场,胜率不足两成五排在中游位置。 再者,唐迪拿近期整体发挥不佳,上仗联赛与摩里伦斯1比1打合之后,唐迪拿已经连续六场葛向赛事不胜,期间只得四合二负的劣迹,而且进攻受阻,二场十百果,均敞入不足一球的水准令人失望。 此番即使面对近况同样不佳的伊斯托里尔,唐迪拿亦不宜高估。 和主队唐迪拿一样,伊斯托里尔近期整体发挥也不佳,上仗面对新打卡拉,虽然战士。 里亚失利即为球队首开记录,但他们之后连失三球,最终被对手逆转击败,至此,伊斯托里尔近五仗葛向赛事,一胜难求。 伊斯托里尔需要一场胜仗来回到正轨,有利的是,他们身处普超联赛,实力比普甲的唐迪拿要强劲,而且双方最近六次交手,伊斯托里尔赢足五场之多。 期间还有三场零封对手,球员心里占据较大优势,此番做客出战,伊斯托里尔有望敲响圣鼓。